大家好,我是翟陶,娱乐圈的明星们光鲜亮丽地站在台前,接受鲜花和掌声,但是,这一切都需要幕后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,虽说粉丝一般骂得比较多的是经纪人,但是,明星所在的娱乐公司也很重要,例如这个明星是华裔的,那就有可能接触到很多的主流资源。 不过,现在偶像市场在娱乐圈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后,有一个娱乐公司冲了出来,那就是乐华娱乐,什么王一博,程骁,吴轩仪和孟美琪等等,都是乐华旗下的,包括范冰冰的弟弟范诚诚也在这家公司,可以说这个公司的偶像,占据了我国偶像市场的半壁江山,但是,今天翟陶主要是想说一说肖战,只想问一问乐华娱乐,肖战是你家边外艺人吗? 肖战原本是男团X9少年团的一员,但是大家也都知道,现在的市场对于偶像团体来说很不友好,即便是有腾讯做靠山的火箭少女,也走的不是团体路线,更不用说肖战所在的这个团了。 所以,肖战目前在娱乐圈的主要身份是演员,说起演员这个身份,那就不得不提今年夏天爆火的陈情令了。 虽说是一部网剧,但是肖战还是靠魏无限这个角色火了,正式迈进了一线流量这个圈。 随后,电影朱仙也在前几天的9月13号正式上映,作为自己第一部大男主的电影,成绩目前看起来还不错,但是,你知道有句话是,铁打的肖战,流水的乐华偶像吗? 接下来,翟桃就带你看肖战的乐华三部曲。